現在這個三肥公園是原生態的 聽不懂的牛蛙刮刮 這是鴛鴦 還有一些白露 淒色地 露天 一家家庭式的 開賣大餐 啤酒 笑笑 一個延長批 即食 做些人跳廣場舞 要賣衣服 好吃好玩的地方 當然要看中軒的頻道 珠海啼樓團出發 我們珠海都篩選了幾個精選樓盤 給大家參考 我們都有即日出發的啼樓團 可以私人訂製 我們可以篩選自己喜歡的樓盤 甚至線路 我們安排到一個服務 打理啼樓 推薦這幾個樓盤給大家參考 到時候我們都可以篩選 或者私人訂製 私人訂製 都是按照我們自己意向樓盤 對 按照客戶的意向樓盤 我們可以和大家匹配 如果你沒有 我們可以在這幾個樓盤中 篩選不同的樓盤給大家參考 當然路線都可以私人訂製 即日出發 到時大家想看大灣區不同城市樓盤的朋友 記得聯絡到中軒 或者聯絡到棠山 大灣區見 港珠大橋非常方便 我們大灣區總部 從港珠大橋下來灣仔 我們公司出發 大約是七分鐘之內 快五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在這裏非常方便 港珠大橋24條的空車 加上一些樓盤有直通巴 有賣巴士 其實交通通道非常方便 我們大灣區見 拜拜 Hello,我是唐先生 珠海金灣區 附近的業主 或者想買這邊的想了解這裏 有何好處呢 跟大家介紹 這個金灣航行新城的濕地公園 這是全新的濕地公園 我相信是最新的 它有金湖公園情侣路 這個濕地公園我相信很多人沒有去過 帶大家去看看 現在這個濕地公園是原生態的 聽不聽到牛仔、呱呱叫 這是鴛鴦 是嗎 這些野生的雀類 甚至這些受保護的料類都會有 還有一些白露 那些棲息地 整個濕地公園非常之現住 很悠閒,無論你跑步、露營、野餐 過來放鬆都可以的 就在華發雙都的旁邊 就近著高爾夫球場 因為航空新城有很多不同的 珠海有很多不同的公園 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這個城市非常之美 珠海整個新加坡的一個城市面貌 再加上比較文明、乾淨、悠閒 大灣區發展是一日千里 發展得很快 相信風俗關這幾年 很多東西都更新得很快 當然我們過來大灣區置業 過來大灣區享受的 都可以了解不同的一個好吃、好玩的地方 當然要看回忠犬的頻道 我們會跟大家去介紹不同的景點 還有一些魚 跳來跳去 有些人釣魚 野餐、一家大小 接著放風箏 市區也有些濕秘公園 金灣、斗門都有 這個是金灣的 其中一個 一個非常之不錯的地方 如果附近的業主回來 可能走完商場、喝完早茶 吃了一些農莊、特色的東西 過來這裡休閒一下 其實你要花時間是玩不完 太多東西 太多這樣的休閒公園 珠海在大灣區來說 應該是最多這些 室地公園、情侶路 或者這些景觀的休閒地方 政府做得比較好 就會比較著重打造城市的一個 休閒的體驗 和城市的面貌 當然珠海開了關之後 港珠大橋第一站 越來越多人會關注珠海 當然大家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玩一玩 整個片區是非常悠閒 河生時有不同的樓盤 大家可以關注 如果在附近業主 到時候大家可以過來走一走 玩一玩 露天、一家、家庭式的 和朋友煮麵包 都頗享受、頗享受的生活 開賣大餐 啤酒、燒烤 所以大灣區特別珠海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 是一個休閒的地方 供大家去 你忘記帶水果 怎樣買菠蘿 我先買菠蘿吃 新鮮的,新鮮菠蘿 會先生 我們可以用微信 現在外出都不帶現金 全程微信 無論是小商戶 商場、食飯 每個人都有二維碼 都可以收錢 現場批 是一隻雞 即食 很甜 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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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隻 這隻菠蘿 記憶如果不帶水果,就要隔壁買點東西 看,多好逛 我都很久沒吃菠蘿了 正 三眼一步 玩玩,幾舒服 早些人跳跳趕場舞,還要三五之忌 所以大灣區生活,人口密度不是很大 有這些優限地方比較多 珠海交通又便利 所以都是非常值得大家過來 過來生活、玩玩的 我們走完公園 再去跟大家,因為現在這個時候都要吃飯了 再去看看雙刀,今晚雙刀有甚麼好吃 當然,我自己也是買了在附近 融創過來幾分鐘 發現了一個好處 讓小朋友大一點 其實在那邊玩,有空放假 都可以過來玩一下 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再順手按LIKE,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中央地產、蠟燭香港、服務、大灣區 亦都是一直以來 為我們大灣區的各位收務客戶 提供最極致的服務 令到每一位客戶可以融入灣區 進展灣區福利 中央的理念 都是提供這個極致服務 幫助廣告海外客戶 要和大灣區生活 足不足,落空樓 可以找到中央 從買樓到販手續收樓 鹽樓、裝修 度盤促租 我們是一條路的服務 感謝我們出路的支持 我們中央會繼續秉承 我們的極致服務 助大家要和大灣區生活 中央地產、生意興奮 業績長紅 各種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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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